大家好,我是你的印度朋友 如果在目前的奥运会你们看印度的表现 印度的表现对比印度的大小不好 印度开始竞争在奥运会从1900年 但是从1900年到现在 印度的表现非常糟糕 因为印度成绩的值是35奖牌 为什么印度的表现这么糟糕 在这个视频我要探索原因 对运动,印度的最大的问题是印度人的形态 印度的爸妈不喜欢当他们的孩子一个运动员 他们喜欢当他们的孩子一个医生还是工程师 因为他们觉得医生还是工程师赚得最高 所以他们不鼓励他们的孩子当运动员 如果你们看印度的学校 大部分学校没有操场 老师也不鼓励运动 所以好多人离开运动 在印度,cricket是最流行的运动 cricket的运动员赚得最高 但是如果你们看其他的运动 这些运动员的情况不好 因为他们赚得最少 为什么 印度人主义cricket和虎视其他的运动 所以这些运动员的情况不好 cricket有最高的投入 但是其他的运动员的情况不好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对印度的儿园会的运动 如果你们看印度的运动的组织 印度的政客充满这些组织 所以在这个组织有腐败 和如果政客喜欢一个人 哪个人很容易当运动员 但是如果政客不喜欢一个人 哪个人不能当运动员 好多人 好多运动员看这个情况 离开运动 因为这是非常不好的情况 因为政客等印度的运动 早到 如果我们看印度的政府的投入对运动 如果我们比较印度和其他的国家 印度政府投入的最少 所以印度的运动员没有设施 如果一个运动员有钱 他自己选择 如果一个运动员没有钱 他应该用政府的设施 好多政府的设施不好 因为这些地方没有投入 这是印度的运动的问题 所以印度的表现在奥运会不好 我希望在未来情况提高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 点赞一下和关注一下 再见